你看这个包包怎么样 还行啊 喜欢就买嘛 以你的工资完全负担得起啊 可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啊 对啊 所以看看你想吃什么吧 你们 也有一个直男男朋友吗 我不是跟你说了 你穿那个衣服特别显老气嘛 你怎么还穿啊 这就是你花两个小时化的妆啊 真不好看 总是说一些很直接又不重听的话 回来啦 你没给我准备礼物啊 宝贝 我也不懂这些啊 也没有人给我过过生日 不是 没事没事 你下次过生日的时候 我给你好好准备 我也不听朋友的劝阻 总觉得他可以慢慢改变 喂 宝贝 我明天想睡后 现在你能给我做吗 可是我不会做饭呀 生日快乐 喜欢吗 就只有这些呀 那边还有鞋子和游戏机 我很难再从细节中 找到他爱我的证据 宝贝 我先回家了啊 喂 雅雅 你跟他说那些东西都是你亲手做的了吗 他有没有很高兴呀 他肯定是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我自己做的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先挂了 喂 我告诉你 你就该学我当直男 能省很多事 看我下次跟他要上更贵的鞋 听我的 没问题 原来所谓直男 我进电梯了 只不过是他懒得动心的借口罢了 咱俩马上两周年了 我给你转一三一四 你截个图发我朋友圈 没有这个必要吧 很有这个必要 要不然你闺蜜老觉得我对你不好 或许 他也在慢慢改变吗 截完图 再把钱转给我 他最擅长的 我一直都是准确绕开正确答案 不是 你什么意思呀 这可是一千三百多块钱啊 我不得留着这个钱 给你买更贵的鞋吗 这钱够吗 不是 我告诉你 我 我 分手吧 我错了 我错了行不行 我就是个钢铁直男 我错了行不行 你还跪 就跪着吧 直男 只不过是懒得用心的借口吧 我